来 先喝了 好 爱丽 小姨可提醒你啊 你不能让苏杰和凯迪在一起 有过多的来往 你想 她天天在她眼皮底下晃 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爱丽啊 在工作上 你得多帮助点凯迪 我是她妈妈 我了解她 她哪有什么工作能力啊 你得多给她点信心 伯母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凯迪哥 绝对有成就感的 其实现在公司里边 分给她的那些案子 都是差不多定好的 做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这就好 我们呢 就这么糊弄糊弄她 只要让她觉得自己 特别特别地有能力 她早晚都会回家的 凯迪 你们说的话 我全听见了 凯迪哥 凯迪哥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原来你们都在骗我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这么做不也是为了疼你爱你吗 这么做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是啊凯迪哥 我们都是为了你着想呀 你们这是在为我着想吗 你们这是把我当废物呢 我不要你们这么对我 妈 家伙是不会回去的 明天公司我也不去了 凯迪哥 凯迪哥 你去哪儿啊 凯迪 你回来 凯迪哥 好不容易在一起吃顿饭 你说你提什么苏简呢 又是这个苏简 就是他弄得乱七八糟的 凯迪哥 你真的要走吗 是 否则我就没办法按照我的想法去生活 可是我们都在帮你呀 我不需要这种帮助 凯迪哥 你是不是还喜欢苏简 海里啊 跟这也没关系 不过就我现在这个样子 苏简一定不会选择我的 所以我要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借给你 谢谢 海里 我这个里面 还有两千多块钱 我要看看 我拿这两千多块钱 我能不能活下去 拜拜 我来 也不是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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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